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啊 有些人会 或者大号的时候也会有什么欲望 对 但是有些人会把他觉得 这个就是正常的肠胃可能吃坏肚子 很多人常常都把他认为是别的东西 而且现在随手可以去药房里面 买得到一些陈药 针对胃的部分 而且是我们现在目前 台湾销售最好的一个药品之一 就是胃药 随时都可以买得到 所以每个人都有症状 所以不管是胃癌 或是胃食道逆流导致的食道癌 我们都知道之前又有一群 五十几岁的壮年的这些商业人士 都是因为食道癌走掉 或者是演艺圈里面食道癌走掉 他们都没有症状 因为在这个附近真的都不会有 就算他有 你都会觉得这个都是正常的 可能是吃坏肚子的感觉 那再点教一下唐玲 你有没有平常会 上完厕所会看一下 会啊 都好好的吗 好好的啊 没事啊 尾条怎样 坚了 可是就正常啦 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啊 这样子啊 也不会胃痛啊 不会啊 通常我后来知道说 胃口也都一样 好得不得了 你有胃食道逆流的现象吗 我后来想一想 好像在我戒烟的那段时间 是有的 我戒烟六年嘛 那我在六年前那个时候 刚戒烟的时候 就是有一点觉得胃 好像有一点怪怪的 那你为什么要戒烟 我就是因为我长期抽烟 从高中二年级 抽到六年前 从来没有一天断过 然后每天抽大量的烟 你高中就开始抽了 对 高二啊 对 没有重度上瘾 哪个学校可以高二 没有学校 躲起来抽 没有学校 我们总要让大家知道一下校风嘛 不是啦 其实是因为我高二的时候 我那时候我的奶奶过世 然后我心里面可能有太多的痛苦 我不知道怎么宣泄 我那时候就学人家抽烟 因为那个烟一抽下去 马上就觉得 百悠结 就觉得什么事情都没了 然后就一直 后离真的是老原强 你看你那个包 那个是屁股 你那时候抽到一天的量 抽到多少 我一天至少要抽一包 少着一包多着两包 从来没有停过 吃一分喔 不是吃鸡股 就抽到里面绕一圈再出来 那你有办法弄圈圈吗 我不会 我不会 没办法弄圈圈 也没办法从鼻子喷出来 这个没脸 所以其实你的危害因子 或危险因子是非常的高的 第一个就是你抽烟超过十年以上 第二我们早就知道你有胃溃养 那胃溃养这个部分 是我们想说优门感菌 现在有新的研究 优门感菌超过十年以上 产生胃癌的机会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十几年前你发现 有胃溃养感菌的时候 其实已经在提醒你 你应该要再去做下一步的治疗了 如果没有的话 未来十年后 就真正的会有这相关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幽门感菌 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有些病菌 不管是病毒或细菌 它其实在某个地方 残期的发炎的一个 反反复复的发炎的问题 会导致那边的组织 会变成有癌病变得危险 那其中之一就是 胃溃门感菌导致的胃癌 其实是已经被证实了 百分之九十 对 百分之九十 有优门感菌 有优门感菌的 百分之九十怎样 都会产生胃癌的情况 几率是很高的 可以治疗的 对那是可以治疗的 那医生请问 优门感菌是不是 其实每个人都有 只是数量多寡不同 优门感菌其实是 很多人都有可能会有 因为它是我们有可能会 使进去感染到的 所以食物只要是不干净的 那你只要吃进去的话 都有可能 或者家人其他人 他有可能有 跟你共用餐的时候 没有用公块母吃 有时候你吃进去 也是会有的 那当然你吃进去之后 我们当然有标准的治疗 可是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通常会警告你一件事情 细菌现在被杀死 并不代表 你不会再被感染 因为它是 在里面的量结束了 可是它有可能再进来 所以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胃优门感菌有得的人 一定要去做治疗 治疗完之后 还要再确定 你周遭的人 不会再传染给你 所以还是要说明一下 不是说得 胃优门感菌的人 90%一定会胃癌 而是说 他们统计有胃癌的人 90% 这个问题会比较明显 那如果多吃点益生菌的话 会不会对防止 你现在是怎样 要挂号分 其实我觉得它问题 问得非常好 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错误的观念 因为胃其实是一个地方 让细菌无法生存的 就是幽门感菌 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菌种 它可以生存在这个环境 因为它会生成的跑到 我们的胃的组织里面 抵下去导致一些发炎 跟很多病变 但是我们的益生菌 是在我们的肠子 跟大肠的部分 其实很少会在 我们的胃里面生存 所以这两样是完全不同的 胃子也不同 菌种也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挂号费是多少 你在旁边帮他记人 你自己加大训练 其实我愿意出来 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本来就是知道 我生病之后 我就低调的去治疗 低调的康复 我想要低调的回复工作 就后来被大家 就是传开了之后 大家对我非常非常的关心 那我突然间就觉得说 我有一个使命 真的要告诉大家 大部分的胃癌 都是可以事先预防 事先筛检 不用搞到像我现在 这么残要治疗 而且癌症是这么可怕的杀手 其实我是每天活在恐惧之中 其实我觉得人的健康 真的很重要 我非常非常的后悔 就是我当初没有去把 我的胃溃疡 幽门感菌 还有我也很后悔我抽这么多的烟 其实我真的就是在 就是在残害自己 所以我觉得要提醒大家 所以他们的烟造成幽门感菌 是 因为会导致癌症的病变 那每个人的位置会不一样 有些会在肺部比较多 有些会在肠胃道比较多 有些会会更远的地方到的大肠职场跟烟也有可能有关系的 不好意思 我做一个错误的示范 好 我阿姨 阿姨 阿姨 他现在 阿姨你都喝高粱的 阿姨一天都吃三包粉 我阿姨今年九十五 高粱酒可以杀菌吧 就用 这不是好的示范 只是说可能有些人体质有办法撑 对 不一样的反应会不一样 也要看基因 要看基因 那你刚刚讲说你不想开刀 是因为不想留下一条拉链吗 是不是 对 因为是因为穿衣服吗还是什么 对啊 就是我一向都非常非常的爱漂亮 然后我很喜欢就是练健美的身材 有时候可能我们要去呈现我们的身材 可能都要露个肚子 那露个肚子 如果这边有一个疤痕的话 我就觉得不好看啊 不会啊 你上面再把它磕YKK这样就好了 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这个 我就想说 那个这么大 因为他跟我讲说至少要这样子 你胃才拿得出来嘛 就这么大 我想说这么大是要在这里吗 还是在这里还是横的 还是旁边 我完全没概念啊 那我就想 那这样子很难接受啊 我觉得以我自己 我自己一直都是以工作为主的 那怎么办 所以我当时就是很想逃 就是我不要治疗 我就这样死了算了 现在想想真的好幼稚 那你后来是找到了一个医生 然后这个 不会帮你留疤痕的吗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很感谢 很感谢就是身边的人 就是他 我自己只有一个人 所以其实我生病的时候 我也是整个就是 就是很彷徨 那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 你没有家人支持 没有 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都过世 而且不久之前 然后我就一个人 然后我就想说 我要跟谁讨论 那因为我有教会 所以我就跟宋达明 牧师跟百荣 师母 就是他们刚好约我约谈 因为他们都要关心一下 我们组员的这些情感的现状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想了解一下我的情感现状跟家庭现状 我们就聊天嘛 那聊一聊之后我就突然就讲说 其实这都不重要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的肚子里面有个胃癌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 那他们就带我去找肠胃科医师 他们的肠胃科医师 然后就帮我评估 然后介绍了一个医师叫做 就是在北医的医师 然后他对胃癌的那个手术非常的精通 所以我就去找他 叫什么大名 叫王尾 就是你要什么切胃啊 缩胃啊 然后什么绑 把胃什么挖割 胃绕道啊 什么什么那些 对对对 他对胃很熟 然后所以他也可以很精准的把那个胃癌割掉 你念头有闪过说 你可能生命就此结束吗 有啊 有啊 我当时知道我得癌症的时候 我就想说会死欸 会死欸 然后我的脑子里面就只有 因为死亡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好虚幻 好不真实 遥远啊 一般人会觉得遥远 嗯 那我的脑海就浮现很多我以前拍戏的那个画面 人生跑马灯吗 对但是是拍戏的 就是戏剧就是比如说 也生离死别嘛 演过我演过就是 要挂了 我要死啊 哪哪哪哪 或者是 中刀啊 你快点给我下刀 或者是什么我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命了什么 都是台词 所以可是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 当我知道原来 它不是台词了 对不是台词欸 那是什么我真的没概念 完全没概念 真的 平常我们会觉得距离死亡真的很耀眼 真的 可是忽然之间好像就看到了 就在身边了 哦那真的很震撼 好